东北角规模最大的扶龙帆船俱乐部占性执行长 上个月一次是酒后驾驶快艇 撞伤了在海上玩水的七岁男童 双方闹进了警察局 家长认为说警方没有主动进行酒测 把人带进小房间 有说有笑 执一包庇吃案 而瑞芳分局则是公布了当天的监视录影器自清 是因为家长情绪失控才将人带进小房间 而且占性男子酒测值未达0.25 不到以公共危险罪移送的标准 对于家长所提出的告诉 也已经移送金联地检署称办 海面上一艘快艇拉着帆船 突然间船头转向 速度不慢 直接撞上坐在扶牌上的男童 我是以在路上来说 他就是开着一个坦克车 直接开进去一个公园里面 还好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扶牌 挡住了他 这一撞七岁男童的头胸部明显淤青 事发在上个月12号 家长带着儿子开心到芙蓉海域细水 却无辜遭撞 双方闹进警局才得知快艇驾驶 是当地规模最大的芙蓉帆船俱乐部执行长 对对方没有一句道歉非常不满 家长不只对肇事者态度不满 对警方也有怨言 我们在宴上做采图完场 到说有没有办法做酒客 我们想说应该有做 打电话去给我老公 他说没有 赵世仁酒测值0.06 未打酒驾标准 对于陈情仁所提杀人未遂 伤害 毁损恐吓及强制告诉 本分局均以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 警方这时候就把他们三个请去休息 后面小房间 一个道歉都没有讲 警方更公布当天派出所内的 监视器还原真相 对于梅开三联丹 警方坦诚疏失 相关人员将会进行处分 强调一切依法后续交由司法处置 记者蔡志恒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